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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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配列着去潜水喔 到目前为止一直坚持在做这高规格的潜水表 坚持着这个品牌logo Squale 鲨鱼的精神 而且各个表款都是言之能当当喔 到目前为止啊 2021年也是独立表场 是一张independence on的品牌之一 这一次有这个消息说 这个品牌已经来到了马来西亚 我们去看看小刚盘乐这支表之后 要送我哪一支 那这个Squale 这个品牌 其实在小刚的心中啦 其实它还蛮特别的啦 那它其实从照表到现在 到2021年来讲 已经超过60年的历史 这个制表的这个历史 而且在小刚还在网上喔 看到一些就是一些品牌啦 就真的是有在超这个Squale 这个表的这一种设计啦喔 那我顿时觉得 这个Squale其实还蛮厉害的这样子 竟然还有人去仿它的这个设计这样子 这种比较经典的这个设计啊 甚至今天要讲的这一支喔 它用的这个材质啊 是还是蛮特别的喔 它是用这个碳纤维carbon的这种材质 那carbon这种材质一般上都是 经常会在这种高级表上面啊 都会看到比如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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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看到这一种这一种材质啦 这种大这种顶级的这种品牌啦 那今天小刚刚讲的这一支表呢 全球它只有推出了这个300字而已喔 那每一个颜色应该也只有150字啊 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红色跟一个蓝色 那今天小刚拿到这一支手上上影片 这一支是蓝色的喔 也是小刚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颜色 那它会带给小刚什么样的惊喜呢 那上手完了之后 所以我们现在一起去攀一下这一支表 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它这个开箱的部分喔 这个开箱还蛮特别的 整个颜色从内到外喔 都是用这种比较浅的这种海天空蓝啊 这种颜色喔 那主要里面也是全部都是蓝色的喔 那就啊这个盒子就非常的简单 不过质感做的是非常的好喔 不会那种烂渣渣这样子喔 那有很多小众的品牌给的都是那种纸盒比较多啊 那这个它是有一个比较正式的这种 一个套装一个盒子 那主要它一个保卡就是一个卡这样子喔 那就是白色的一个卡 然后这个实用手册呢 这个保养的这些呢 这个都是以一本这个小册子蓝色的来做代表这样子喔 那主要我觉得如果有华语啦 这个简体中文呢我觉得会更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它基本的一些规格喔 那这支表呢 表尔到表尔是48.9mm 那以一个官方讲42mm的表格来讲 我个人觉得这里是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喔 男生女生都容易非常带的非常的好看 那厚度是在15.6mm 那因为它后盖那个实底盖是有一点鼓起的喔 所以你那戴手上啊 因为它看不到那个后盖的嘛 所以你从侧边看下去喔 其实它还是蛮包的喔 不会觉得它是一个15mm多左右的一个表格 感觉它是一个13-14mm的这个表格 那它这个 这个你量它这个侧边的这个表径啊 所以你会量到它是41.5mm喔 那其实你所以你正面看的时候喔 你看不到侧边的那个表格的 因为它那个表圈的左边两侧 其实它这个表圈做的是稍微比较大一点喔 其实你量这个表格的话喔 它的表格只有40mm左右 所以欸 这我个人还觉得蛮有惊喜喔 这是我个人蛮喜欢的 那表带的部分就是用这个20mm的这个表带 那小刚做视频呢 就很少提到表带了 不过这一次的表带要提一下喔 它是一个你看喔 Made in Italy喔 这个在意大利喔 手工生产的这个表带喔 而且品牌说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防水性的 不过小刚啊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 我个人觉得啊 这一种黑壳的这一种 欸 这个这个表格啦 配如果是尼龙表带啦 如果是全黑这一种啊 或许还会更加有这个味道 更加的好看喔 不过这一条表带 这一条表带确实质感是非常的好 这个柔软度也非常非常的好 整式表的重量大约是在103克左右 完美 那我们说到这个Square的这个T183喔 最亮眼也是最大最大的特色 哇 这个你会看到它这个表格 它的这个颜值 这个外观喔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喔 那你会看到它真的是好像一层一层 真的好像千层高这样子喔 那这个其实它在这个 这个原型啊 它这个Prototype喔 在这个2019年巴塞尔钟表展 这个Buzzle World 其实那时候有亮相过的喔 那时候一出的时候啊 还是一个 很多人就觉得 这个很创新的这一种材质 就是这个技术啊 那这个大家也知道Carbon这一种 它是结合了这个 非常有这个耐创激力的这一种 而且这个拿来手上也是 非常有这种高级的这一种手感的 所以每次都给那一种好像 郑力士啦 XENIF啦 这个RM啦 Richard Mel 那一种Richard Mel Hughblock啦 这个IWC 这种高级品牌啊 都经常都会拿来放在这一种 限量的表款上面喔 那其实再讲到这一 Square T183喔 那在这个同级价位来讲啊 大品牌啦 我是也没有什么看到 会有用到这一种材质 这一种Carbon这一种材质啦 那今天要讲的这个Carbon这个外形喔 它这个材质喔 真的是 跟普通的那种Carbon那种 碳纤维是不一样的喔 那其实它是结合了这个Carbon喔 跟这个Fiber Glass喔 就是我们所谓碳纤维 还有这个玻璃纤维的这个配方喔 它是结合的喔 那你会看到 所以你会看到它这个表 营造出来的这个外形啦 是在表界中啦 真的是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啦 非常的特别啦 那你会因为它那个Carbon喔 那一个 那一个 那一个表刻啦 你会看到它黑色那一层喔 它是这个我们所谓的碳纤维啦 那它是在上一层呢 蓝色那一条线呢 它是用的这个Fiber Glass 就是这个玻璃纤维 蓝色的这种玻璃纤维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这样子喔 所以整个表刻呢 就好像小刚刚讲的啦 真的是那个视觉感啊 一袋手上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啦 独一无二啦 我可以这样讲这一支喔 而且它用的这个是蓝色 不过我个人觉得 如果它可以出到多一些 可能类似绿色啦 或是这个 这一种很热血的这一种 黄色啦 或是这一种橘色啦 就是橙色这一些喔 我个人觉得啦 会更加更加的火啦 这一个表块 我们看到面盘的部分呢 它非常的特别喔 还是一样用的非常经典 那因为在这个品牌啦 Square 其实它以前啊 如果有为一些表厂 为一些品牌喔 推制造这个表刻的话 那其实它是有一个logo在下面的喔 所以你会看到这一支表的面盘 它有Double Logo 就是双logo这样子啦 十二点钟有一个Square 那下方喔 这个六点钟的方向喔 也是有写着一个Square 那Square 其实你认真看一下喔 它其实是一条鲨鱼喔 那你会看到那个LE 后面那边其实是一个鲨鱼头喔 那这个很多人还没有看到 那你认真看的话 欸 其实它是一条小鲨鱼喔 还满特别 面盘都是以这个黑色来做主题的喔 那配上它这一些蓝色的这个index 好像这个夜光啊 这一些它的这个 十分针这一些夜光啊 它是这个石标的这一些刻度的index 里面这一些夜光啊 都是以蓝色来做这个配色的 那也是配上这个外圈啊 也是用了这一种黑色 所以这一支表戴手上啊 是非常 我更觉得非常的有心喔 那大家也知道它这个机芯 是用这个SW Slita 200这个机芯 不过我个人想称赞一下就是 我觉得啦 它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工厂之后啊 是另外有在做调校一下的喔 那你会看到因为小刚把玩的时候喔 更换日期的那个时间喔 也是给它更调到去非常准确喔 在12点喔 就正式的这个跳日期喔 换那个日期 我个人觉得这边是非常非常的好 旋转表圈的部分手感非常的扎实 也没有松动的情况出现 这个120格的表圈旋转声音听声器 算是很有质感 而且表圈的刻度是凹下去刻的 很有立体的高级感 表圈的圈片是高级 比较常用的陶瓷 Ceramic材质 旋转的那个圈和背盖 则是以DLC Diamond Light Carbon的材质打造 比普通的PVD更防刮 更耐更高级感 在黑暗的时候它的月光是蓝色的 作为一个专业的潜水规格 可以看到特别大的index和秒针有夜光 在全黑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能够阅读到时间 嗯 夜光如果能够再加强 或者再持久一点 我个人觉得会更加好 这款表不只有外表也有内涵 而且防水性功能也能一口气高达600米的水压 符合潜水表iOS的条件 所以我个人觉得最适合的话就是拿来冲凉和睡觉 那在这一次的影片当中呢 小刚就加入了这个真实去测试一下 每一支表的这个精准度 那这支表他用的是这个SW Slita 200的一个机型 那大家也知道这一类型的机型 精准度啦维修方面是最大最大的优势 基本上完全不用担心 非常的耐操非常的这个容易可以去保养 那大家也知道SW 200 你几乎跑到20至30秒 以内齁 你拿回去表场询问的话 他其实是跟你说是合理的这个误差 那但是这支表初期我测试了之后啊 因为他是用Ellable Grid的 就是这个比较属于是 不是那个天文台级别的那种 但Ellable Grid来讲的话呢 基本上是20秒左右的那个误差 可是小刚测试了之后 这支表这个误差哦 精准度只高达到哦 基本平均是在每一天10秒以内哦 所以这边是还蛮惊喜哦 这支表的这个机型哦 精准度是蛮高的哦 可以到马来西亚的授权经销商网页 或者市面指数上面询问哦 里面也有其他的大品牌和小众品牌 可以游览看看 想请小马会放在下方 当然如果你们了解表之后 想要了解我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订阅小马的IG 还有Facebook 拜拜